是美国的那个主观刻意还是说中国的那种 就是说给美国的那种 那种那种 一些准备的那种挥机 就是说给他一种警示 好 谢谢河北的汪先生 下一位我想请湖南的电视观众王先生也发表您的看法 湖南的王先生你好 请讲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历史和地理方面的一些专家 我首先我认为这个两个船的这个装机 这个拖鞋那个生产设备 这是美国的第一 我们也不清楚 究竟因为它潜艇是在水下活动 究竟是潜艇装进了美国的这个装置 还是美国的装置 装到了中国的潜艇 这个是需要捐业人士的潜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关于南中国海的这个问题 可能我们从地理上啊 从地理上能够看到 确实一部分南海岛屿是跟 跟着菲律宾啊 或越南他们地理上比较近 但是我们历史的知道啊 这个在就在现在他们这些国家比中国也了 后方中国古老就是一个中央地理 中国在很早就有了自己的舰 舰的远洋 这个中国下西洋就是个例子 可是在我们中国下西洋的 一个是没有美国当时 第二个呢 东南亚的国家他们还是一个蛮荒蛮帮之地 但是我们现在从往南走的云南 这段情况我们都可以看到 现在历史的痕迹 所以这个岛屿 从地理上我认为 收入中国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因此鉴于这一点美国呢 就不要从中再多从中再挑起一些事情 我不认为美国和中国有理由进行战争 我不提示美国 但是美国的时候应该要用比较深刻的思考来 去你这个南海的问题 不要参与这从中 其他的问题 政治问题那是另外的 谢谢 好的 谢谢湖南的王先生 王先生问题分两部分 我先从后面这个南沙群岛这个历史争议 想先请教拉奇卡先生 您认为目前这个南沙群岛的争议 究竟是哪一边的说法比较准确 然后究竟要如何的来和平解决呢 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听众所讲的呢 也是对的 中国的航海的航海家呢 可以说是在好几百年前 很长之前 大概公元七世纪的时候呢 就已经到那儿 那我在这里呢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那个时候有航海到那里 你一定要一直是 长期在那个地方活动 而且这个呢 即便是像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他们现在两国之间也有争议 关于一个海底资源的争议 那么这个问题呢 也是很难 因为这个地方呢 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边境的 这个离得很近 所以这种问题 从本质上来讲 是很难解决的一种争议 他们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够解决 这也就是中国所提议的 在2002年 好像中国和其他的一些东王的国家 签署了一个行为准则 也就是说 这个决议呢 说不管有什么争议的话 一定要通过谈判来协商解决 这一个协议要求菲律宾和中国 携手来勘察这个地区海域 然后来看看水下有没有什么资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来做 在我看来 民族主义呢 可以说是 有一些像这个脱疆的野马了 我并不说它很不好 但是呢 有的时候一定要 不是这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事情 应该要采取一定的克制 如果是太感情用事的话呢 并无助于事 对于这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讲 你刚才提到这个合作 共同开发南海的问题 我想让我想到另外问题 继续请教您 就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关系 其实撇开这些南海群岛的争议 主权争议不谈 其实最近我们看到中国 尤其是中国的一些新的外交官 对东南亚国家 其实是展现出一个比较友好的姿态 他们叫做好邻居政策了 那想要谈谈 请您来谈谈 最近中国跟东南亚之间 这个除了主权争议之外的一些合作关系 主要是在哪几个方面呢 拉吉卡先生 我们还退回到刚才讲的这个话题 我一定要提一提 不管这个南沙群岛那边 有什么海底的资源 当然很多人都不太确切地知道 但是其实这个资源数量还是有限的 我觉得对中国来讲 他主要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这个资源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还有一个考虑呢 就是中国可不可以用主权的这个问题 把它用在一些大的这个考虑上面 比如说是像台湾海峡 台湾的问题 也就是说来解决其他的争议 我想现在主要的一个争端呢 可以说是意识形态上面的 或者说是这个哲学上面的一个争端 那就是中国相信他自己的这种历史上的这种 根据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这种要求呢 是是有道理 而且应该得到得加以这个贯彻实行 可是美国呢 更相信的是航海的自由权 这个呢 是长久以来 美国就是这样认为的 可能追溯到大概二十世纪初 他们相信这种所谓的正常的通行的权利呢 是很重要的 这个呢 就好像这个 黄盛顿周边的这个环线 四九五这环线一样 大家都有权利去走 那么 当然 中国的看法就不一样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冲突 好了 稍后我们再继续详谈着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 不过我们线上还有一些听众 我想接听黑龙江孙先生您的电话 孙先生你好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请讲 这个 南海中央一直 一直历史上就来了 其实看国一问题 无非就是什么方面 就是一个地缘 地缘的优势 还有一个资源 现在就是经济上的利益 再就是政治上的影响 所以无非也就是这三个点 然后这个 马来西亚和我们国家 首先地缘又是很近的 那个美国要差 现在 这个有第一岛屿链和第二岛屿链 现在这个 非常清晰 就是要把中国这个海洋部分包围起来 还有日本 还有台湾是 他们是第一岛屿链的 这是第二岛屿链 然后 他这个说资源 其实资源是没有太多的 谁知道海底也有多少资源 现在都是开发 现在被很大劲 都弄不出来了 现在还是以陆地资源为主 资源是在大陆 海洋大陆架的资源 是很丰富的 现在深海的 深海他们说 我们需要很高的科技 来开发的 首先就是政治上的影响不好 而且美国在试探中国的深度 他看到底 给你野到什么程度 给你破坏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关系还不好 现在中国没有不好 非常好 我们还证明我们两个在合作 他就没有 没有涉及到中国的底线 他在试探你中国的底线在哪 一会主任还要说一句 请讲 你让导播不要挂掉我的线 那个 我正在挺 我家里那个 孙姬坏 好的 好的 谢谢黑龙江的孙先生 那么孙先生 从这个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这个问题 另外他也认为说 美国跟中国目前发生的一些摩擦 是美国在去测试 中国的一个底线 看看美中关系到底能够 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您认为这个是美国在测试中国底线的一种做法吗 您的观察 怎么讲呢 我们自己还要提醒一下自己 我目前在国际社会上可以说 处境还是比较微妙 我想对美中之间的主要的关注 就是看怎么样才能够共同地来解决 目前经济危机的这个问题 这个应该是两国的首当其冲的一个任务 可是对于这个南中国海的主权的问题的这个争端呢 应该说并不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可以留到日后 也许明年再来谈 也许那个时候可以更集中地来 那个时候再谈这些问题 好的 其实我也想比较从更合作的角度来看 这个中国跟东南亚国家 还有美国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最近金融危机这么样的严重 谈一谈这个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一些经贸合作 因为我知道你过去也曾经是采访国际贸易的记者 那谈谈这个美国 中国在东南亚国协当中